好 其实 我先说个最甜吧 应该就是 蓝天野跟斯坦安在一起的就是那奶茶 然后那个 管他叫什么 奶茶吻吧 就是我这样喝一口 然后男主角挑过来说 蓝天野就说 我要喝 然后我想说给他再买一杯 给他直接拿我的喝 喝完之后就 害羞 害羞完了 我说他 我说你流氓 他说还有更流氓的王 啊 好甜啊 我们在后脑上 然后 然后 当时我的感觉是惊吓 真的好甜哦 讨论一下 所以 而且那时候他就告白说 我喜欢你 就我们在一起吧 所以就是 定情率 吃奶茶 然后你们就在一起了 对 其实那场是真的说 所有女朋友我们在一起 然后说第二个吧 讲第二个帅哥 第二个 讲林大泽吧 哦热帅我们看 看到就是 那个是大学 大学机器条上唱 对 这个特别暖真的 咦 然后他就 是喜欢的人 就那种心动的感觉 好像是我东西都会是喜欢他的 对吧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 在两个已经纠结了 所以 你一开始 并没有明确自己喜欢蓝天野 一开始是喜欢人家做的 但我觉得那种喜欢是 嗯 比如说 就像偶像又很优秀的人 然后你想崇拜他 你就想变成更好的人 然后 但是我觉得蓝天野相当于是那种 相如鱼 日久生情 然后 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问题 也都是他陪着你 那个呢 相当于陪着你成长 嗯 谢谢我 谢谢你 我 在 mi 啊 没有 但是 从 感谢观看